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 西游世界中国派的所谓正果很值钱吗 在诸子伯故事中 原著中文书菩萨告诉孙悟空道 当初这乌鸡国王 好善摘死了 菩萨国来渡他归西 早正金身罗汉 大家看看 沙征身为千亭卷帘大将 出身不凡 又参加取经 把山涉水一度吸来 最后也不过是得到一个金身罗汉的果位 可是 这乌鸡国王 仅仅是因为经常摘僧 于是也被如来召位金身罗汉 并且 沙征是主动来头 乌鸡国王则是文殊菩萨主动去度化 当然 在西游记中 罗汉果位比较低级 至少是不能和孙悟空的佛果相比 那么 在灵山佛门正一个佛果 是不是很艰难呢 也不是 比如小西天的黄梅怪 极有可能就是一个佛 黄梅怪自称道 此处换作小西天 因我修行 得了正果 天赐予我的宝格真楼 我明乃是黄梅老佛 这里人不知 但趁我为黄梅大王 黄梅爷爷 我们结合后闻孙悟空火烧宝格 可以看出 黄梅怪这个 犹如大雷音寺的小西天 并非黄梅怪幻化出来的妖精动作 而确实就是真楼宝负 我们结合后闻弥勒所说 黄梅怪乃是他的童子 所谓童子 其实就是侍从弟子 黄梅怪实力又不在孙悟空之下 这黄梅怪可以说不但伸手了得 背景也十分强大 因此 得了正果之后 天赐给宝格真楼 这里的天是谁 翻遍西游 从无一处说天是如来 除了自然意义的天 神话的天 无一例外都是天地 其玉皇大帝 换言之 黄梅怪乃是受了玉皇大帝赐封的黄梅老佛 是个有先路 有证书的佛 在西游记结尾一百章的时候 灵山诸佛送念名单 在唐僧 孙 悟空之上 还有四十六位佛 这些佛号大都是无成恩虚构 这些人我们大都不清楚他们的来历身份 但是 依照常理猜想 应该是燃灯古佛 药师佛 如来佛 弥勒佛等人的亲信或者门人弟子 比如说 哪吒的大哥金吒 二哥木吒 极有可能都是佛 在西游记中 金吒乃是如来佛祖坐前护法 地位与金士大鹏相当 木吒则是观音菩萨大徒弟 而孙悟空称呼观音菩萨为七佛之师 现实佛教文书菩萨才是七佛之师 无成恩这个改动很重要 可以想见 观音菩萨至少有七个徒弟成了佛国 这也可以理解 大家想必都知道 在西游记中的先神世界 观音菩萨的地位很高 他与如来一样 并列为人间五方五老 如来佛是西方佛老 观音是南极观音 二者地位相等 也就是说 观音在西方佛派内部是菩萨 十二等国位 名词在孙悟空斗战圣佛之后 但是 在天庭 这个大仙界中 南善部州之主观音菩萨是一方诸侯 魏同都夫 与西牛克州如来一样都是丰江大力 在观音菩萨南海一脉中 七位老资格弟子都成了佛 那么 黑熊今在加入南海之后 是一个怎样的地位呢 南海一脉以观音为尊 其次是木叉 与木叉同期的几个老弟子 都毕业到外面开分院去着 留下诸仙之中 以龙女为尊 龙女之下 就是黑熊 黑熊被观音封为守山大神 看守后山 不过 黑熊并非一个宝安 因为一般人根本不会从后山进入 后山乃是观音菩萨清修之的 黑熊这守山大神 其实就是观音的护法神 换言之 是观音高心聘请的大寿 那孙悟空都战胜佛了 不正是如来佛祖聘用的金牌大寿吗 黑熊经与孙悟空几番大战 从来都是不分胜败 孙悟空是因为降服不了黑熊 方才去找观音菩萨出面 因此 无论是从观音菩萨的身份地位向 还是从黑熊本人的能力来讲 黑熊经那守山大神一职 绝对应该是佛国 不过 因为观音菩萨本人 在西方佛门的地位不高 只是菩萨 因此 观音在手边黑熊的时候 没有赤封黑熊魏佛 魏菩萨 罗汉什么的 而是封了一个守山大神 很明显 观音使用的乃是南极观音 南方天尊的权利 黑熊经守山大神 也是一个属于天庭 而非佛门的职务 专注品稀有 关注微信公众号 叶之秋读书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